第七十九集 陈宝国眼睛一亮 但是想到了什么又道 我的实力足以碾压此子 他如果有点脑子 肯定不会接受吴道台的 明老阴森森地笑了笑 夜晨接不接受由不得他 老爷若用他身边的女人威胁 他敢不答应 陈宝国眼眸微眯 虽然这种行为有些卑鄙 但是在自己的仇恨面前 算不了什么 就在这时 一道带着威严的声音突然传来 对付夜晨 算上我一个如何 听到这声音 陈宝国脸色微微一变 他跨入了宗师之境 居然到现在都没有发现有人 怎么可能 数秒之后 大门直接被推开 一个穿着长袍的中年男子 出现在了陈宝国和明老的视线之中 看到这个男人 两人眸子齐齐一缩 讲原理 关键讲原理不请自来 是为什么 陈宝国也没有丝毫生气 论实力 讲原理不一定比他弱 他拱了拱手道 讲宗师 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讲原理静止走到沙发之上 长袍微微一抬 便坐在了陈宝国的对面 他眸子扫了一眼 桌上夜晨的照片 下一秒 手指按在了照片之上 力道极其恐怖 竟然穿过了照片 更是将大理石桌 硬生生地戳了一个洞 随后他才淡淡道 为了辞子而来 讲原理这几天 几乎动用了全部力量 虽然一切监控都被恶意抹出 但是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他还是查到了幕后凶手 就是夜晨 不光如此 在调查的时候 他更是意外发现了 另外一个事例 也在调查这个小畜生 赫然就是陈家刚回归的宗师 陈宝国 一番了解 他发现陈宝国比他更惨 而他这次来 就是为了寻找盟友 陈宝国看了一眼 大理石桌的痕迹 眸子露出了一丝精光 试探道 蒋宗师 难道和辞子也有仇 蒋原理冷哼一声 丧子之仇 不共戴天 听到这句话 陈宝国一正 玄机一掌拍在桌子上 好 既然如此 从今天开始 陈家和蒋家就是盟友 蒋原理点点头 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对了 刚才听说 你们要下战书 让丝子上五道台 没错 这是眼下唯一的办法 光明正大的折磨 不是更有意思吗 陈宝国阴沉地说道 蒋原理 毛子闪磨着一丝杀鸡 补充道 我有个更优化的方案 我调查到 此子 现在就住在大都公寓 有两个少女和他 暧昧不清 应该是红颜知己 我们派人掠走一个 如何 到时候 他必然会亲自去救 一来 我们可以了解到 此人的真正实力 二来 我想要这小子备受折磨 单单武道台 斩杀子子太过便宜了 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蒋家愿意派出 三位顶级强者 陈宝国沉思了数秒 看了一眼深厚的那些弟子 下定决心道 好 我愿意派出 我的四位最强弟子 我倒是要看看 这小子拿什么和我们斗 叶晨和孙怡从江北大学出来 已经是晚上十二点 虽然叶晨治疗了汪雨恒的断手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张怡还是有些担心 连夜和汪叔带着汪雨恒 去了江城古商科医院 叶晨也理解两夫妻 毕竟伤筋动骨一百天 他说的这么容易 两夫妻怎么会信呢 断了一只手可不是小事 如果不治好 可能一辈子都要毁了 因为江北大学的位置比较偏 孙怡网上打了半天车 都没有人接单 他有些后悔 早知道就开甲壳虫出来了 如果不是事情太急 他也不至于下楼的时候 车钥匙都没带 算了 我们走一段路吧 或许前面就有车了 叶晨道 好 孙怡点点头 凌晨的风有些大 叶晨便把外套脱下来给孙怡披上 孙怡身躯一颤 看了一眼叶晨 一声不吭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突然开口道 叶晨 叶晨 五年过去了 为什么我感觉现在的你 好陌生 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样 你的性格和手段 我有些时候根本理解不了 就像刚才把铁门拧断 这 太匪夷所思了 叶晨伸了个懒腰 淡淡的道 我这么多年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只有两种活法 要么被规则改变 要么亲手改变规则 我想成为后者 孙怡轻念了那句话 刚想再问什么 一辆出租车刚好来了 师傅 这里停一下 孙怡招了招手 很快 出租车就停在了两人的面前 半个小时后 两人捏手捏脚地回到了大都公寓 简单洗漱了一下 便各自回房间睡觉 叶晨刚闭上眼没几分钟 就发现房门被人打开了 孙怡鬼鬼祟祟地抱着被子走了进来 小陈子 没睡吧 还没 你这是 孙怡吐了吐舌头 若雪的睡相有点差 整张床都被她霸占了 我根本睡不了 明天她还要早起 我不能吵醒她 我在你这里将就几个小时 孙怡几乎是三人中起得最早的 所以不用担心第二天夏若雪发现 而且她反正和叶晨睡过了 一次两次都一样 她也相信叶晨不会逾越雷池 行吧 叶晨靠外面睡了几分 给孙怡留出了位置 不多时 孙怡便穿着睡衣钻了进来 十几分钟后 孙怡听到了叶晨沉重的呼吸 便轻唤了几声叶晨的名字 见对方没有反应 便从后面抱过了叶晨 身子紧紧地贴着 她一直都是这样 抱着东西才能睡着 叶晨其实眼眸一直睁着 只不过背对着孙怡 对方根本发现不了 她感觉着身后的异样 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这孙怡是在鼓励她犯罪吗 第二天一大早 等叶晨醒来 发现孙怡早就不见了 客厅传来了二女聊天的声音 呀 若雪 你的眼睛怎么这么肿 昨天哭过了 孙怡惊讶到 没 没有 很明显吗 夏若雪连忙去卫生间照了照 果然眼睛很肿 虽然不影响她的美 但是对于她这种严格要求的人来说 简直不能容忍 若雪 到底发生什么了 有人欺负你还是什么 没有了 昨天在阳台吹风 眼睛有些干涩 夏若雪应付道 当她看到叶晨从房间走了出来 更是饶有趣味地看着她 她连忙跑进了房间并道 今天我有些不舒服 就不去天正集团了 不过叶晨 我会在家里 列好集团的发展和运营方案 到时候和孙怡一起讨论 好 叶晨答应下来 现在集团有孙怡和神海华 又有了过硬的产品 足够了 只要执行到位 集团的发展必然势如破竹 上午九点 叶晨和孙怡就出门了 孙怡去天正集团 而叶晨则准备去看看汪语恒 早上的时候 他还将脑海中最适合普通人修炼的功法 写在了本子上 准备送给汪语恒 如果他真的适合修炼 这本子足以让他有自保的能力 毕竟自己不可能帮他一辈子 到了江北大学 那几个保安看到叶晨吓得脸色惨白 四个保安更是主动给叶晨开门 那态度简直天差地别 叶晨直接去了寝室 把汪语恒找了出来 自从昨天的事情发生之后 几乎整个江北大学的学生 看到汪语恒都要低着头换条道 生怕得罪这个男人 不多时 男生寝室楼顶 叶晨看了一眼 汪语恒打了石膏的左手 问道 医院怎么说 汪语恒挠了挠头 我本来以为手肯定断了 但是医院却说只是轻微扭伤 我妈不信 拍了三次片子 都快把医生弄烦了 还是一样的结果 我妈说这简直就是奇迹 今天早上就去菩萨庙了 但是我很清楚 陈哥 这一定是你的原因 哦 这么肯定 叶晨有些意外 陈哥 我真的感觉你不一样了 不管气质还是实力 我听我妈说 你这五年前当兵去了 汪语恒问道 叶晨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汪语恒 无比认真道 你想变得和我一样强吗 像昨天那样 汪语恒一听 咽了咽口水 猛地点头 当然想 如果我有陈哥的实力 我就不会被欺负 更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父母 被打却还不了手 他的另一只拳头握紧 他很清楚 如果昨天晚上没有陈哥 后果不堪设想 叶晨很满意这个答案 更是从手中掏出了那本册子 直接递给了汪语恒 如果你想变强 这本书会给你答案 汪语恒颤抖地伸出手 他眸子落在了册子最上面的几个字上 紫云奔雷绝 威威打开 他的眸子直接瞪大 陈哥 怎么可能 这难道是 你想的没错 就是那东西 你按照前几页的线路运转 自然会明白什么 还有 你一天内就必须把上面的东西全部记下 然后亲自烧毁 千万不能被别人发现 明白吗 明白 最后 我必须提醒你一件事 五道之徒 比你想的还要凶险许多 守住道心才是关键 如果有不懂的可以来问我 是 陈哥 汪语恒激动的 叶辰又给汪语恒讲了一些古武界的事情 刚说到一半 他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是 叶灵天